唐鵬在倫敦奧運乒乓球藍丹第二圈 對付伊朗的阿娜邁欣輸局數3比4 同樣要打足七局的有女丹的姜華郡 不過他就在第三圈打敗北韓的金仲 16強會對世界第一中國的叮嚀 港隊總教練衛軍認為倫敦趙情趙語時冷時熱的環境 是運動員在倫敦奧運能夠走得多遠的最大挑戰 潘洛欣和謝影雪在羽毛球女雙分組賽第二戰 苦戰三局輸給丹麥組合佩蒂森和卡米拉 王曉瑩在女子體操初賽成功做出新動作 前空180度上平衡目完成比賽 這個新動作可能會以她的名名 余慧麗在女子舉重53公斤級 舉出總成績195公斤以第九名完成 奧運村人流假日特別多 甚麼人都有 運動員、傳媒、工作人員和觀眾都堆在廣場 奧運專門店最受歡迎 英國元素的最受關注 到底有多好賣呢 這個鏡頭告訴你 部分貨品一個下午可以賣清光 香港昏返電視記者郭子龍英國倫敦報導